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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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是從事餐廳外廠的工具 做外廠沒在煮、沒在買 但是會去廚房 但是財務在炒菜 看久了 就是有一個概念了 我想說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熟能生巧 所以就加入香雞這個行列了 不要煎煎的 做香雞 買菜的部分 當然是有時候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有一天我沒用 然後我就靠近跟老闆說 老闆你幫我送一生菜櫃 等要切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貴蘭師姐 這菜櫃沒吃的 好像菜櫃沒 有什麼菜櫃呢 後來我再忙 經過批發市場 那我就會順道進去看一下 看了我喜歡的價錢啊 東西我都喜歡 我才會在那個箱子上面 寫上十幾兩個字 然後就請他幫我們送過來 紅豬 你拿一個點來這裡 這要怎麼煎 我叫你煎 你要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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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之前的個性比較緊 然後說話就會大聲 木兒煎肉 好 再掛炒 好 OK 你可以用什麼湯嗎 可以用民宿什麼湯 就拿什麼湯 然後現在變小生了 然後後來又變沒有生意 售後最大的還是自己 因為你沒有改變自己 如果我跟以前的習性這樣子的話 你做到的都會稍微公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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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